芈月虽未与秦王有了夫妻之时 但后宫众人全都认为芈月已经世秦 从此便不再是一名无名无分的女女 而是一飞冲天成了这后宫中的众妃之一 芈月虽将实情告知了芈叔 但姐妹二人之间奸细一声 从此便再难像从前那般亲密无间 独话不谈了 芈月为了让姐姐开心 主动向秦王提出 王后让自己替秦王整理楚国书籍 以此来让楚国的学识为秦王所用 秦王感慨于王后的用心良苦 再加上芈月的推波助澜 秦王对芈叔的气消了大半 下朝后便主动去交房殿探望了芈月 并且一并解除了芈叔的禁足令 此后不久 魏然也被大将军司马错看重 在秦王的鼓励下参军入伍 随着司马错一起去军中历练 开启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为了帮秦王整理书籍 芈月每晚都找秦王学习各国文字 以及风俗文化 秦王文韬武略 英明神武 芈月每每学到疑惑之处 秦王不仅可以为其解答 还能举意反散 引古论进 都说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可在面对秦王这等千古英雄时 芈月这个美人又怎能毫不动心呢 终于 时间来到了芈叔生产的日子 秦王得了消息 火急火燎地 从宜征殿赶到了交房殿 好在米叔生产顺利 母子平安 为秦王顺利地诞下 他给狄子取名为荡 荡从之汤 乃纪念成汤之意 荡自又有荡平列国之意 由此可见 秦王对自己的狄子 齐王之身 远超后宫 诸多公子 根本没有将他视作为将来荡平列国的储君 自己多年以来朝思暮想 费尽心机 结果到头来却使皇娘一梦枉费心机 自己不过就是这后宫中的一个笑话罢了 虽说王后生了嫡子 但秦王心中最宠爱的还是芈月 两人朝夕相处之间 芈月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在细微之中影响着秦王 原本不怒自威的秦王 也在潜移默化之中变得温柔起来 芈月对秦王好感健身 秦王同样对芈月与家喜爱 秦王明白 若想使一个人爱上自己 强夺好取自然不可 只有徐徐徒之 健身好感 如此才有机会得其身心 于是秦王主动出击 让芈月和自己聊聊 她与黄蝎的过往 芈月先是有些惊慌 不知道应当如何开口 但在秦王的鼓励之下 芈月渐渐打开了心房 现在的芈月卸下了防备 再次恢复了曾经的活泼模样 她第一次觉得 眼前这个外人之上的秦王 不再威武 而是如同一个邻家老婆一般 亲切近人 深夜分床而眠时 秦王的模样 回荡在芈月的脑海之中 令她久久无法入睡 天色刚刚破晓 秦王便起床准备练舞 芈月看着院中这位身形矫健 迎起逼人的秦王 心中无论是爱慕还是敬佩 都愈加增添了一份 可是一到了晚上 白天 威武英明的秦王 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林家老婆 微微感到劳累之时 秦王便会停下乐卷 转而让芈月继续和自己 讲述她与黄蝎的故事 日子久了 黄蝎和芈月的故事 慢慢也快说完了 深夜休息时 秦王也曾按耐不住心中的冲动 但每每看到 芈月的眼中还有犹豫 秦王便会言于客气 忍下冲动 她将芈月视若珍宝 自然也不想芈月 有过一丝一毫的勉强 在某次乐卷礼书之时 芈月对秦王提出了 自己深埋心中的疑惑 秦王明明早已知道 当年指使一群人袭击车队的幕后主使 为何总是隐而不发 迟迟不肯动手呢 秦王听后微微一笑 她告诉芈月 这朝政之道宛若下棘 得子而不得势 要学会走一步看一步 且要记住一个道理 牵一发而动全身 但她答应芈月 自己定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 若是此时一招疏忽 定会坏了整局大气 聊完了国政 秦王又想芈月说说自己的故事 可芈月与黄蝎的故事已经说尽 芈月也再无什么故事可以讲述了 此日 秦王将芈月带到了郊外 她将黄蝎的衣冠种 潜入了咸阳 并将当初 芈月送给黄蝎的香囊 交给芈月 让她亲手将其放入坟内 时至今日 秦王算是彻底打开了芈月的心碑 不仅恢复了她往日的活泼 还一同安抚了她过去的伤痕 夜晚 在成名殿时 秦王又与芈月了解了她的父亲 楚威王 秦王也陪芈月玩起了大老虎和小老虎的游戏 芈月跳到秦王的背上 就像小时候 父王带着她玩耍一样开心 两人嘻嘻哈哈的 在灯火通明的大天中玩到 秦王背累了 便让芈月替她理床更衣准备休息 就在秦王准备休息时 芈月却突然抱住了秦王 秦王熟读兵法 欲擒故纵 终于将芈月这只难以捉摸的小老虎抓到了手 而芈月也终于成了秦王的女人 这也就意味着 芈月的故事将迈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作者的每一个视频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点赞越快 更新越快哦 订阅